有朋友想看我家燕製坡 今天他來了 看看我家牛朋友多少燕製坡 我發現那個燕製坡是越來越多 一年比年多 難道你們是主團來的嗎 七大鍋八大一都來了 看到燕製坡 每個燕製坡裡都有燕製 而且還有很多在陸續的建設當中 太難了 都說燕製是體力的象徵 你看這屋是不是太多了 全都是燕製坡 而且這屋還在陸續的建設當中 全是燕製坡 那燕製就在那爆發 難道你們是主團來的嗎 我這個燕製坡非常有身手就能夠擾 燕製多了它有個壞處 因為它經常會拉靶 就會掉到牛巢子裡 然後牛就會不吃巢 這個事讓我非常頭疼 然後我估計說要把這個燕製坡給它拆了 我說咱還是別拆了嘛 因為現在弄房子壓力還挺大的 看著自己喜歡的房子組織挺不容易 咱們就讓它在這兒安詳晚年嘛 讓它照顧下一代 你們覺得如果做的對的話 給我一個免費的雙尼克觀眾 遇到問題咱就想辦法克服 可以用點東西給它把它接住 讓不然掉到牛巢裡 牛肉肉是不吃的 喜歡的話給個免費的雙尼克觀眾 感謝支持 謝謝